21号上午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悦依毁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地白色的横幅 沉痛悼念博一波同志 横幅下方是博一波同志的遗像 博一波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化脆白葱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器 上午九时许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甲庆灵 曾庆红 吴冠正 李长春 罗干 吴冠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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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博一波同志的逝世 表示沉痛而道 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以及博一波同志的生前友好 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